我也不知道 你就别默契了 那孩子都来了一个多钟头了 在火车站 赶紧弄辆车 赶紧去接 私事能派公车吗 走走掉不了一斤肉 太僵了你 你去抓紧吧 你不是加根吗 加根 爹 儿子 爹 您怎么突然来了 是社长派来的 社长派你呀 社里搭链钢铁 没烧完了 社长说 你爹在城里是大官 说话一定好使 没没呀 这事 你爹这官当得再大也没用 那煤炭都是国家 统购统销的物责 别说那么多了 加根 回家 走 走 走 来来来 走 走 来了 吃饭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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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 来了 有肉 哎 到家了 妈 这是什么日子 是我 今天啊 你大根回来 给你们改善生活 吃啊 加根 来 咱们甭客气啊 跟自己加一样 什么跟自己加一样 这就是你加 加根 来 多吃点 加根 我不要肥肉 来 给大哥吃 你仍然我干嘛 我已经不是大根了 加根吧 来 来 来 多吃点加根 看 看下根啊 看下根大哥 啥都吃 从来不挑肥见瘦 爸爸 你就是 家根哥哥的爹是吧 你懂什么 爸跟爹一样 不一样 爸爸 你和爹是一样的吗 有啥不一样 本来能长大了 要不要说 爸 从今天晚上开始 睡觉的问题就是这么安排 娘 你能不能别弄那麻痧了 姥姥的麻痧永远也打不完 真是 你们这小脚啊 天天长 姥姥哪年不给你们做十几双鞋 要不是姥姥给你们做鞋呀 你们也逛着小脚丫 娘 你们都听好了啊 你们俩呢 就跟大哥呢 住在外屋的大床 幸福呢 你就跟姥姥住好不好 妈 我怕 怕什么 姥姥小脚尖尖的像小老鼠 我就不怕 我还敢摸姥姥小脚呢 姥姥 我是不是摸过你的小脚 嗯 你小子 你再敢摸姥姥的小脚 我就打你屁股 我不跟大哥睡 大哥身上有股味 什么味 我也说不出来 大哥 你身上是不是有股牛的味啊 好像是糊的味道 都过来给我站 什么牛的味 糊的味 我怎么有闻的 真的有 谁不想睡觉 就到外面给我站着去 我不行 都给我回来 来的时候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都在盒里洗过了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 啊 大哥身上的味道 就是劳动人民的味道 过去爸爸妈妈 在老家干活的时候 身上成天都是这个味道 知道吧 不准嫌弃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的味道最光荣 哥哥的味道最光荣 哎 这就对了嘛 院长 明天你就带着大哥 上个洗澡堂 好好泡一泡 是 我也去我也去 你去什么 走吧 你们都走 哪个孩子泡澡 你去什么去 谁经常过带我的故事 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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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kstad 曹哥 加根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小哥有啥事啊 还能有什么事 老家派他来不就是为了煤炭吗 我哪儿给他弄煤去 这两年全国都在大连钢铁 煤炭极度紧张 咱们学院那土高炉还缺煤 我这没辙呢 那就给人家回个信 我正在给他写信 我就出主意了 煤煤啊 砍树 烧成炭一样那砍 那能行吗 咋不行啊 打鬼的那年月 我们就是用的这办法 打得大刀锁镖 老辈都是这么干的 你那是什么年月啊 能打几把大刀锁镖啊 现在什么年月啊 几十几百个土高炉 一个炉子里面 每天就不知道 填进去多少木柴 搞得不好 就你们村里山上那段木柴 全都填进去还未必够呢 那哪有那么邪乎啊 你看 你说这家根儿的事 怎么拐到这上面来了 来队友 这这这木柴赶快写信 明天家根儿 还得把新带回去呢 让谁带回去 家根儿啊 人家家根儿刚来 你就让他多住些日子呗 可是村里等着回信呢 你寄回去不就行了吗 那个 家根儿说 他娘啊 那个病又犯了 所以让他办完事 他还赶快回去 老家那边的事情啊 总还是个负担 你说这回 家根儿要是能多住些日子 哪怕就俩月 让他见见市民 说不定这孩子就开窍了 回去跟他娘一说 他娘一高兴 就让他来北京了 将来家根儿啊 要是能在北京找个工作 我们两边都轻松 说得是没错啊 可是他娘那边那身体 的确身边离不开人 反正我跟你说 这是关系到这孩子 一辈子的事 你这给当爹的也真忍心 那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能不想着为他好 这 这 这 你不说这个 一说这我心里就烦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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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forgiveness 你已经業前的选择了 一个 мет和ANDA 一定你打 MM 他不是俺嘛 大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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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再过来找我门 爸 谁知道为什么要搭点钢铁啊 因为我们要用三点的时间赶超本地锅吃 为什么呀 这都不懂 地锅煮一坏 你们想啊 这要咱们国家有了钢铁 咱们就可以修铁路 造轮转 造飞机大炮 钢铁哪儿来的呀 练的呀 钢铁练出来的 爸爸 我也要练钢铁 我也要 我也要 咱们就是要全民打练钢铁 远程 我交给你个认识 回头啊 你带着弟弟妹妹 把咱们家 鸡脚嘎啦 只要是 不用的铁的东西 都收集起来 送到分料厂去 好不好 好 好 咱们跟男的队队长 回来 干什么去啊 该上学的上学 该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 快点 那我这小祖宗啊 你 你这干啥呀 你拿他干啥呀 我找铁 找铁做啥呀 大炼钢铁 打败帝国主义 炼啥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大炼钢铁 我要这是铁 你妈连所有铁都给我 老没铁 你看看你这脑袋 这全是沙子 这汉哪 都流到屁股了 去 出去 老没铁 你这孩子 别招打你 爸爸说了 谁捡铁多就给这奖励 你找你爸要去 走 老没铁 这孩子 你们俩看 我找你最多了 我要尿尿 谁瞎胡咧咧呀 老不尿尿 尿 老不尿尿 老不尿尿 什么呀 姥姥 老不尿尿 人吗 姥姥 姥姥 我打的 你打的 娘 娘的尿盆子呢 我不知道啊 你这马桶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你这个高矮 这腿坐得多舒服 嘎嘎 明天你就送娘回老家 好好好 你这腿太动了你就 你不是干吗 娘 娘 早就跟你说了 这反动派的毛坑坑 那娘拉不出 娘 娘啊 那马桶和反动派的毛坑坑 早就没关系了 那娘的尿盆子呢 那早上还在那呢 那我也是早上拿出去 倒了刷了冲了再擦干净 就放在这了 这 你给我找去 好好好我给你找 娘的尿盆呢 放哪儿了啊 怎么回事怎么搁的 我哪知道啊 站 老的尿盆呢 老的尿盆大约进了 啥 什么 爸爸说要我们赶上帝子 笨呀 大量钢铁赶上帝国主义 你咋有点意思啊 老的尿盆也重要 老的尿盆也重要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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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尿盆子放百货大楼干啥呀 你要 笑什么 笑什么 对笑什么 爸我好奖励 你要啥 你要啥 爹都给你 你要啥 我把你那个水壶 和你的顺章跟那个姥姥的 啥水壶 就是你在朝鲜的时候 被美国鬼子打雷动的水壶 哎呦 我的小骨子 惹乎